《黄鼠狼给鸡拜年》 鸡妈妈带着可爱的小鸡宝宝们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历时三个月的首届大华府中文故事大奖赛日前落下了帷幕 这次大奖赛吸引了大华府地区近400名学生参赛 他们中有的是华人的后代 有的是非华人族裔的后代 大赛的主办方哈维中文学校和博城中文学校 对大赛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在工作人员和大赛评委紧缺的情况下 仍然本着公平竞争学习提高的原则 让每一个参赛的选手有着充分的机会施展才华 本站将从近日起 在故事大赛栏目里陆续播出大赛录像 欢迎收看